现代社会鸡婆的人越来越少 有热心协助弱势的地方人士 可说是民众的福气 南投县民间乡一户精神家庭 一年前家人被有心人士骗去赌博 收掉了两栋房以及好几分土地 还好近日在议员、律师等热心人士的协助下 透过诉讼成功讨回全部财产 成为当地美谈 一年多前先员郑正言到民间乡凡事行 遇到当地民众反应 附近有总度智能障碍民众被骗去赌博 输掉了全部财产 领看房子就被卖掉 没地方住 当地师生获知也试图和对方协讨 看是否能要回移动房子 对方能不同意 议员接受成绩后到派出所了解案情 就来法律师雇所、当地村长 前达之声协助来回跑了二十多趟 历经一年多的奔波处理 在律师林万生、赖警员、王世豪的义务协助下 成功讨回全部财产 该名片子还被处理两年半的心情 争议得以伸张 议员说单的议员三年多 为民服务这件事最有成就感 我们社会有正能量 正能量越弱是越来越帮忙 那时候我就遭了很多丹尉 就会说好得非常不可能 年车从这好家年 只要去他们丹射、他们家 去超过二十岁以上 也我们的赖律师、李律师、王律师 会在集市广义 给他们塑造 再可以伸张正义 归还我们的地主 虽然是很不可能 但是这件事来完成 我们应该说心情很轻松 来律师呼吁家中有刑制缺陷 或精神疾病的家人 最好能够适时向法律申请 监护宣告或辅助宣告 从法律层面左手 包括家人财产的安全 以免被骗 多了莫名其妙的载悟 在这边是建议家中 如果有心智缺陷精神疾病的家人的话 最好能够适时的向法院提出 监护宣告、辅助宣告的申请 来保障心智缺陷精神疾病家人的财产安全 也避免说 签了一堆莫名其妙的债务 法律上难以排除 透过这个机会 谢谢 县府新闻及行政处长林启玉说 县长林明珍特别重视弱势权力 要求各单位要有贵民服务精神 通过这个案例 希望能够刨状领域 让大家关怀需要帮助的弱势族群 针对这次的事情 县长也特别的重视 那因为在社会上许多弱势的族群 都需要我们更多人去关怀 就像曾议员还有赖律师 还有林律师一样 我们都需要主动的去关怀 我们的弱势族群 那所以由这个案子 可以抛砖引玉 让大家更重视周边 我们的弱势族群 弱势的家庭 那他们避免他们的权益 还有包括他们的身心 受到损害 林秋想表示 县民除了可协助议员协助 县府也有提供免费的法律质群服务 欢迎民众多加利用